在生酮饮食中呢,其实我是不吃沙拉的 好了,现在吃沙拉的观众估计又要皱眉了 其实我不吃沙拉的原因呢,跟那个甲状腺是有关系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甲状腺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吧? 就为了节省大家到网络上再找详细的资料了 我就大概很简单的用医学的语句讲一下吧 就是你体内每个器官和细胞都需要逐量的甲状腺激素才能正常运作 是体内的每个器官和细胞哦 好了,甲状腺素呢,可以调节体温、代谢率、在生、生长、产生、血液细胞、神经和肌肉功能、体内钙的利用等等 它会影响细胞利用血糖和胰岛素的能力 好了,听到胰岛素,我们大家都要惊绝一下哈 如果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呢 你的新陈代谢就会低下 所以你身体甲状腺正常运作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跟甲状腺最相关的是什么呢? 点元素 有些我们每天吃尽的食物呢,它们是含有抗甲状腺物质的 这些物质呢,它就会干扰点的吸收,进而影响到我们甲状腺激素的正常分泌 甚至可能会引发那个甲状腺肿大 那么抗甲状腺物质跟沙拉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呢,所有的十字花科蔬菜都含有抗甲状腺物质 那么常见的十字花科蔬菜有什么呢? 就是我甲状家族嘛,有那个包心菜啊,花椰菜啊,球芽甲蓝啊,豆芽菜啊,芥菜啊,西兰花啊,白菜,萝卜 然后羽衣甲蓝啊,散叶甲蓝啊,小红萝卜啊,还有辣根 还有豆科植物也含有那个抗甲状腺物质 那个大豆,碗豆,扁豆,菜豆等都含有的 我们先说十字花科蔬菜啊,因为在生酮饮食中呢,十字花科蔬菜是很符合生酮饮食的标准的 它们基本上都是低烫蔬菜的,来的了 如果就是这些十字花科蔬菜含有抗甲状腺物质 那么生酮饮食还能吃什么蔬菜呢?对吧?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一点就是因为呢,这些十字花科蔬菜里面的抗甲状腺物质呢 对热是很敏感的,你只要把它煮熟了就可以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是生酮饮食我真的是不吃沙拉的 但是也有例外的,就是呢,如果就是你每天补充的那个点的量是足够的话 你还是可以吃沙拉的 我主要是因为我个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补的点够不够 所以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把东西都煮熟了 而且我也没有吃沙拉的习惯 我更加倾向运用猪油炒菜,我觉得更加香的 接着我们要讲一下豆科植物 豆科植物它不同于十字花科蔬菜呢 就是它在烹饪的过程中 它的那个抗甲状腺物质都不会被破坏掉的 就是唯有就是发酵的过程,能够减少它的那个抗甲状腺物质的活性 所以如果你生酮饮食中你要吃那个豆科植物的话 你要吃就是像纳豆啊,日本味噌这一类的 然后像豆制品,例如豆腐的话,其实就尽量就不要吃了 然后呢,就是素食者的话可能现在又要皱眉头了 因为他们主要的那个蛋白质盖制也会来自于豆腐的嘛 那么素食者如果不能吃豆腐的话 他们生酮饮食可以吃什么呢 其实这点我真的不知道 主要是因为我不吃素食者 如果我自己是素食者的话,我肯定就会研究到底 看究竟如果我不吃豆腐,我还能吃什么东西 然后没说我就是有蛋白质的吸收,足够的钙质的吸收 这里真的对不起啊,就是像素食者的观众 但是我一定要把就是豆科植物 就是对那个甲状腺影响这一点点名出来 上班衣组的话或许比较更倾向于沙拉 因为就是现在超市都有配好的沙拉包了 然后买一袋,然后自己再加橄榄油或者椰子油 然后吃下去就做生酮饮食仓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还是想用沙拉 这样子方便你的话都可以的 但是记得记得补充足够量的点 然后呢点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海类产品 海带,紫菜都含有很高的点的 还有就是海盐 然后大家就多补充点吧 这个topic就讲到这里了 祝大家生同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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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